马上就要春节过年了 幸好疫情清正化 而且感染人数也不多 所以大家都还是看好餐饮市场 南投县草屯镇的餐饮达人郭春贵 经营澎湖湾时尚婚宴会馆事业有成之后 一直以感恩的心帮助弱势家庭跟个人 2022年1月12号、18号跟22号晚上 分别在澎湖、南投草屯跟金门等三个地点 跟家福中心共同举办寒冬送暖 爱心围炉餐会 邀请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跟家人一起围炉 享受丰盛大餐 家福中心的工作人员跟国际同济会的贵宾 也都相当感谢郭春贵总经理的付出 我们感谢郭总是今年第九次连续九年 在这里办围炉的所有家福小朋友的聚会 我们非常感谢他 而且他也带来很多企业家、人士 人士还有朋友、好朋友还有社团都加入 充满爱心跟善心的郭春贵 平常就喜欢做工艺帮助别人 澎湖湖婚宴会馆的爱心围炉餐会 已经迈入第九年 今年又跨海到金门县基宁乡的银春阁餐厅 澎湖县马公市的顺城休闲餐厅 提供新鲜又高贵的海鲜食材 做成一道道美味的料理 让大人小孩吃得开心 在每一个餐会的现场 还会赠送可爱的造型玩偶 让小朋友说出内心的感谢 台上也有各种精彩的歌舞演出 吃这么丰盛的大餐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餐会 这样的舞台 让孩子们有表演的机会 让他们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然后会希望说 这些孩子接受到 社会上这些温暖 以后长大也会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希望这样子 善的循环能够绵缘不断 郭春贵总经理表示 现在的人好像越来越冷漠 其实好心人还是很多 他举办爱心围炉餐会 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 加入做公益 做爱心的行列 来帮助弱势的小朋友 让他们长大之后 也会帮助同样需要帮助的人 让这一股爱心跟温暖 散发到台湾每一个地方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李金龙 王鹏海连线报导